近日,加州州長紐心宣布支持一項新法案 該法案將允許阿里桑那州的醫生在今年11月30日前 在加州為來自阿里桑那州的病人提供墮胎服務 這項名為SB-233的法案由州參議員Nancy Skinner聯合提出 並獲得加州醫療委員會的支持 此舉正值阿里桑那州眾議院投票通過廢除墮胎禁令的法案 並已提交至參議院表決,如果廢除失敗 墮胎禁令將於6月8日生效 此前,該州的最高法院裁定可執行1864年指定的墮胎禁令 禁止在整個懷人期間墮胎,除非是為了拯救生命 Skinner希望SB-233法案能夠盡快生效 目前該法案仍需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 而紐辛表示通過後將立即簽署懲罰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